中年以后,三观比五观更重要 人到中年,人生半泼 华发前生,皱纸暗长 不再有鲜严的容颜 精力渐衰,思虑繁多 生活只有负重前行 然而,褪去了青涩,打磨了蟒状 中年何尝不是人生最好的年纪 经过时间的洗礼 智慧而清醒,成熟而稳重 经过许多人,行过许多路 逐渐明白了生活的本质 中年以后,三观比五观更重要 除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还总结了以下这三观 分享给亲爱的你 年龄观,心若不老,岁月无伤 导演王朝歌有篇著名的演讲 每次听来都感触颇深 十二年是一个轮回 到了三十六岁,家庭、工作、生活都趋于稳定 人也截然分成两种 一种是重复着三十六岁 另一种就是开始寻找新的人生 绝大部分人死于三十六岁 不是肉体的死 是倦怠、焦虑、沉默 对生活没有热望 人生的下半程 越走越多的是年纪 越来越少的是勇气 太多人用年龄矿住了自己 不敢尝试新鲜事物 逐渐丧失生活热情 觉得人到了某个年纪 就只能俯首称臣、混吃等死 再也没法从生活的大山下翻身 而有些人 却从未被年龄限制 对生活的想象力 把日子过得一直热气腾腾 艺术大师黄永裕 被称为现实版的周伯通 五十岁学驾照 七十岁出国游学 八十岁拍方面 九十多岁了 还开着辆霸气的红色法拉利 去飙车 在别人看来 早该一样天年的年纪 他却一路突破 越玩越嗨 九十岁那年 黄老爷子还画了一幅自画像 乐呵呵地称自己为九龄后 很喜欢窦文涛的一句话 老不是一个年龄问题 也不是一个生理问题 而是一个认知问题 时光使面容起重 但人只要心怀热忱 就会永远年轻 四十九岁北漂 八十岁登上国际时装周的 王德顺大爷说 真好 我才八十岁 如今 我仍在不断追求自我 七十六岁学画画 九十三岁登上 时代周刊的摩西奶奶 也有句名言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真正高级的年龄观 是无论多少岁 都对生活充满热情 对事物保持好奇 永远不乏从头开始的勇气 电影《重访二十岁》里 七十岁的奶奶沈丽君 机缘巧合下 恢复了二十岁的容貌 想起一生颠沛流离 含辛茹苦 她决定重新做一回自己 玩乐队 谈恋爱 追梦 她在偷来的二十岁里 活出了自己不敢想象的模样 人生不是电影 时光无法倒流 但这并不妨碍 我们活好每一个当下 不断为生命注入惊喜 沙安春的《少女》中写道 不管我们几岁 只要信仰年轻 就依旧年轻 人老了不是最惨的 新老才是下坡路的开始 所谓青年 中年 老年 都不过是种概念 过好自己的生活 才是正解 心若年轻 每一天都是黄金时代 每一刻都能摇曳生姿 健康观 人生过半 学会认怂 袁浙派有期节目 谈到了年龄的话题 有位嘉宾的一番话 让我深有感触 人年纪一旦上来 身体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变化 你会开始羡慕 年轻人的经历 有时候 也不得不将年龄低头 人到中年 身体上的种种力不从心 身边的人来去无常 无一不再提醒着我们 生命是场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到了人生后半场 你我拼的都是健康 有网友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入行十多年 他一直是公司里最拼的那拨人 为了项目 加班熬夜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有一回 连续通宵一周后 他突然两眼一眸 晕倒在自家浴室 幸亏抢救及时 他才侥幸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醒来以后 看到哭成泪人的母亲 和满眼通红的父亲 一阵愧疚涌上心头 从医院回来 他给自己立下了凌晨前 必须睡觉的规矩 还翻出落灰的健身卡 报了个私教班 以前喜欢的浓油赤酱 闲少出现在餐桌上 朋友的酒局也是能推就推 人生过半 最好的保健品就是认怂 学会认怂不是懦弱 只是明白了 再多的名利成就 都比不过好好活着 知乎上有个问题 有哪种投资稳赚不赔 有个回答获赞颇高 第一 养一个好身体 第二 真的要养一个好身体 它是你最大的本钱 第三 有机会再干点别的吧 一个好身体 可以让你的家庭 不必因为一场疾病 而陷入窘境 让你能够长久地 陪在家人身侧 让我们任何时候 都能拥有和困难抗衡的底气 就像那句话说的 你必须精力饱满 才能经得住世事刁难 人生下半场 保持身体无病 心中无忧 是永恒的课题 一日三餐 定时定量 少油少盐 少烟少酒 早睡早起 适度运动 生命不总是来来往往 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 要学会善待自己 生活观 物质质简 内心风盈 简而美的火中 写过这样一段话 想要的东西越多 心就越不容易满足 即便你最后 如愿得到了所有 心情也会倍感压抑 本该为你带来快乐的东西 反而成了压力的源头 在你的心头 蒙上了一层阴霾 人生过半 经历了几多嘈杂 被欲望捆绑了数场 方才懂得 人这一生最好的状态 莫过于 朴素 与简单 读林清玄的故事 曾为她笔下的那句 人间有味是清欢 深深动容 年轻时的她 在台湾文坛声名奋然 三十岁之前 获得了台湾文学界 几乎所有的奖项 整日周贤瑜 与报纸 记者 与灯光和掌声相伴的生活 虽然风光 但不快乐 在事业走向巅峰之际 她毅然辞去所有的工作 到身上闭关清修 中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 清欢是生命的减法 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 和欲望的捆绑 回到最单纯的欢喜 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景 山中的生活虽然辛苦 她却自得其乐 远离了世俗的功仇交错 她反而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峰 很喜欢一句话 生命应该是个山凡就简的过程 任世事摇曳 心始终如脸 安静绽放 试着丢掉那些 吞起如山的物品 舍弃形形色色的欲望 剔除圈子里 那些无干紧要的人 培养一些无关功利的爱好 学习一些 早就想试水的技能 去旅行 用脚步丈量世界 用相机收藏美好 去读书 在书中品味人生百态 和作者碰撞思想 去思考 在独处中 学会跟自己的灵魂对话 大曾老师写过一首打游诗 读来发人深信 生命到头 中作古 繁华归尘 身归土 多少追名逐利客 仪式经营 又何苦 生活的真谛 终究不在物质汲取 而在内心的厚度 活在这纷纷扰扰人世间 山凡就简 才轻松自在 灵魂风营 才舒适安然 正所谓 越走越长的是道路 越走越明的是智慧 拥有高级的年龄观 敢尝试 敢热爱 任他时日持续 心中毫无色悦 养成正确的健康观 学会认怂 养身 养心 更好地与生命的无常相抵 守住极简的生活观 在清静的生活中 感悟生命本真 风营自己的内心 一生不长 把视线收回到自身 倾听内心的声音 养成良好的三观 如此 方能身心欢喜 内外皆安 与朋友们共勉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呢 我现在的理解是 身体无病 心理无事 有人爱 有事做 有色期待 就是最好的状态 听过了今天的故事 你的感悟又是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很期待和你的相遇